Hello大家好,我是Tony,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前两天日本那边出了条新闻,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日本的京都大学副市医院计划最早在明年的2月份会进行一项临床实验 把IPS细胞制成的胰岛细胞移植到三名E型糖尿病患者的体内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那这项技术最快可以在2030年代就可以投入使用 帮入E型糖尿病患者,以后不用每天去注射胰岛素,可以减轻不少负担 甚至有可能成为根治糖尿病的第一步 现在全球糖尿病的患者人数是越来越高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糖尿病和新闻里的这个IPS细胞疗法 自1980年以来,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已经翻了好几位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在2021年发布的数据就显示 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从1980年的1.08亿上升到了5.37亿 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至6.43亿 到2045年将增至7.83亿 现在全世界每1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 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 现在最常见的糖尿病有1型、2型还有妊娠糖尿病 我个人比较幸运家里没有糖尿病方面的遗传室 不过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每次去产检验血糖都如临大敌 生怕过了指标被助产师批评 为了预防妊娠糖尿病,那时候她的饮食方面都特别注意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全世界有超过80%的糖尿病都是2型糖尿病患者 除了遗传因素以外 这种糖尿病和高糖、高脂、高日量的饮食习惯 加上缺乏体育锻炼、不良的作息以及工作生活中的巨大压力 那都离不开关系 2型糖尿病是渐进性的疾病 这年轻时候根本就显不出来 等到四五十岁,肥胖会引起胰岛素抵抗 再加上胰岛素开始分泌不足 这体内的血糖就没有办法被细胞吸收,转化成能量 这就会导致细胞的一部分功能出现障碍 而体内高浓度的血糖会进一步的损坏细胞和组织造成恶性循环 引发一系列非常厉害的并发症 和二型糖尿病相比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人数要少很多 只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10%左右 患者的年龄也要小很多 大多数都是儿童和青少年 这个就是因为一型糖尿病在发病机制上和二型糖尿病有本质上的区别 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 一型糖尿病是遗传基因、环境和自身免疫系统三方面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 这种病最大的特征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一线中分泌胰岛素的β细胞 导致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 进而造成胰岛素的绝对缺乏 完全无法分解血糖 这一辈子只能靠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水平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这次准备进行的临床试验 让很多的一型糖尿病患者看到了希望 现在我们就说说这个IPS细胞疗法 21世纪已经过去的两个十年里面各有一个重磅炸弹引爆了整个医学界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2年发现的CRISPR基因剪刀 而在它之前那就是2006年的诱导多能干细胞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将近30万一个细胞 而所有的这些细胞最初都来自于干细胞 干细胞可以分裂成新的干细胞 也可以分化成各种特定类型的细胞 就比如我们肠道内壁的细胞 每四天我们的皮肤细胞每一个月都会被完全的替换 而替代它们的都是由干细胞分化形成的功能细胞 干细胞可以根据它们的分化潜能和来源被分成好几类 但无论是哪一种干细胞 一旦它开始变成了人体某个地方的特定细胞 它就不会再变成另外一种细胞 更不会变回干细胞 1963年 加拿大科学家Ernest McCallick和James Till 首次证明血液中存在干细胞 五年之后 造血干细胞就开始应用在骨髓移植手术 干细胞的医疗技术应用就开始快速的发展 1998年 美国科学家James Thompson的研究团队发现了可以分离 在体外培养的人类胚胎干细胞 干细胞疗法也在第二年被Science杂志列为当年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但是这种培育方法需要用人类的受精卵来培养 这里就涉及到了饱受争议的伦理问题 在研究上就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政府的严格的限制 不过那个时候医学界已经认识到 干细胞这种万能细胞具有巨大的潜能 这方面的研究就成为了生物医学领域的一大热点 2006年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深迷的团队首次通过基因技术 把人体细胞重新编辑 逆转了转化过程 把体细胞变成了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种诱导性多能干细胞的全名 是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简写就是IPSC 它酷似人类的胚胎干细胞 可以分化成体内几乎所有的细胞类型 不和胚胎干细胞相比 它没有这方面的伦理问题 加上这个干细胞的样本取自患者本身 所以免疫排斥也被最小化了 这就意味着IPS细胞 在药物的研究和临床治疗上有着巨大的潜力 山中深迷也因此荣获2012年的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IPS细胞现在被广泛的用于再生医学 这就包括临床研究 新型药物的研发 以及干细胞的移植治疗 这种万能细胞 由于它本身的特性 它的潜力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逼买的 虽然许多疗法仍处于研究和临床试验阶段 但是干细胞疗法已经在治疗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 心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等各种级别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CRISPR基因编辑的问世 IPS细胞技术之前存在的诱导过程效率低 细胞容易发生诱导突变的问题也得到了改进 这两个技术一块使用 就可以通过精准的编辑DNA 诱导出更有效的干细胞 日本京都大学医院的临床试验已经获得了大学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他们计划把IPS细胞制成的胰岛细胞做成几厘米见方的薄片 移植到患者腹部的皮下 如果都顺利的话 这个薄片就会释放胰岛素 那么患者就可以在不需要注射胰岛素的情况下 保持稳定的血糖 随着科学的进步 我们人类的医疗措施那只会越来越厉害 像这种再生医学的先际疗法 以后会越来越常见 这对全人类来说那肯定是件好事 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毫无节制 肆无忌惮的消耗自己的身体 到时候等着药来救我们 像一型糖尿病那是自身免疫系统失灵 这也没有办法 但是二型糖尿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那都是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挂钩 为此我还特意问了问我身边做医生的朋友 他说现在很多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有一种误解 认为吃点药 打了胰岛素 那身体就没事了 以前该怎么过 以后还怎么过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 他和我解释 因为高血糖只是糖尿病一个外在的表现 这种病对体内细胞的破坏力 以及引发的并发症 那才是最可怕的 不过二型糖尿病是渐进性的 所以即使你得了这种病 那还是有很大机会 可以减缓病情发展的速度 减少药物用量 相反 如果不注意 继续生活和饮食不规律 那么病情只会快速的加重 所以无论这个科技再怎么发展 药物再怎么先进 我们最应该做的还是做好预防工作 尽量不得病 那才是最佳的选项 像二型糖尿病这种疾病应该怎么预防 我相信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 无非就是那么几条 生活规律 健康饮食再加上适当的运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 在健康和生活乐趣中间 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 这样既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又不会过分限制自己的生活方式 毕竟这人活一世 天天把自己弄得和苦青僧一样 那活着也是没啥意思 节目的最后 我就分享一些我自己日常的一些习惯 像我们日常去超市买东西 我会故意把车停的稍微远一点 这样就可以变相逼着家里人多走几步路 上楼的话 只要是三层以内 我都会选择爬楼梯 平时在电脑前面打个游戏 写个东西什么的 我也会每隔半个小时 就会起来活动一下 防止坐久了 这些习惯不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时间长了 这里面的好处自然极少成多 那么对预防疾病肯定会有一定的帮助 在这我也衷心祝愿我们频道的观众身体健康远离疾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